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爱用好物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洗发水 就是卡丝的这个元气浆奶瓶 是卡丝之前的一个礼盒送的 然后我打开用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好用 我现在已经空瓶了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大的 很少的用量 它就会有非常多绵密的那种泡泡 就是可以强韧发丝 有这种修复补水的功能 我其实用东西就是使用感 如果我觉得好的话我就会一直回购 这个就是让我觉得用起来很舒服的 然后我在洗完头发以后会用这个元气浆粉精华 也是之前那个礼盒里面的 我觉得非常好用 用法呢就是在洗完头发以后 把它这个缝一块一块分开 然后用这个低管把它挤在这个发缝上面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刻度 就按照这个刻度图就可以了 再用手按摩让它渗进去 尤其是在头发少的地方 我会在这个发际线这边会多用一些 把它吹干就可以 它的质地也是很轻薄的那种 吹完以后头发还是会很清爽 所以这个使用感也是更好的 其实我用完以后的感受就是 头发明显的就是掉的少了 因为每天做造型还是挺伤头发的 但是这个最起码就是让我发发的问题少了很多 我缓解了很多 这个我也是会一直使用一直坚持的 然后就是关于唇部的护理 我最近很钟爱的两支唇部精华 一个是胸利可的唇部精华 一个是折盘子 折子面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有液质地的 这样的 然后戳在这个嘴唇上 就是很滋润 我觉得它跟唇膏有一点不一样 唇膏是那种即时性的 但是这个呢就是会 扇入你的嘴唇的这个缝 就是滋润度很持久 而且是真的有在 让我的这个嘴唇变柔软的 因为我有唇颜 这个是那种透明一点的嘴唇质地 也是这样涂 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 可以比较深层滋润到嘴唇的 下面这个呢就是两个香水 尤其是这瓶是我超爱的 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狂喷它 这个是祖马王的叫柑橘橙皮 就下面写着orange peel 这个是叫姜果大黄 都是很接地气的名字 它应该是只有30毫升的 这个柑橘橙皮是一个工作人员送给我的 我当时就对这个味道着迷了 就是很清新 很欠人心皮的那种熟透了的橙子的味道 而且又不同于那种花香的香水 那么甜腻 这个就是闻了还想闻的感觉 后来我去专柜看 不以为会有卖的 结果人家说这是限量版 就现实的 从那个购物平台上 就赶紧买了两瓶 就生怕它有一天会绝版 然后这个姜果大黄 味道呢就是香的 就是香的 腌汁的感觉 没有什么问题的一款香 但是这个 精神都不想错过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 刚才网和这个洗发水一起说 Gradle的发香腾霧 洗完头发以后 吹干 在头发上这么喷量一下 然后头发就会一天保持很香的感觉 我那发型师说 每天早上去给我吹头发的时候 头发动了一股很香很香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无人之境发香腾霧 因为他们家的那个香水 无人取玫瑰的味道一样 也是很热卖的一款 但是我觉得这个发香烹雾呢 香气更自然一些 就是那种自带体香的感觉 每天晚上要很有仪式感的入睡 自己心情也会很好 好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